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今天我们会用到的一些软件有如下几个 就是这一些 然后包括Python3 就是我们一般你要用Python语言去写扒充 去写代码要去安装的一个第一个软件 然后第二款软件的话是PyCharm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一个背景 它就是一个PyCharm 然后还有第三个是音视频合成软件 它的话还挺重要的 我们今天会用到它去进行一个音视频的一个合成 因为在我们西瓜视频里面 西瓜视频它的一个音频跟视频是分开的 所以我们会用到这个软件进行一个音视频的合并 然后这三个的话 如果你没有安装同学 记得去找一下我们木质老师提前去准备一下 然后有同学说 提了一个问题 那我现在给你解决一下 你这个是webjava没有定义 没有定义 你看一下 等一下 你看一下你的代码 好吧 仔细地看一下你的代码 不要照抄代码好吧 去看看这个视频里面是怎么讲的 可以吧 你应该是有对照那个视频去敲的吧 这个蛇服同学 可以吧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有没有准备好啊大家 有没有连这些软件都不知道的同学 有没有啊 来 有的同学可以敲个音乐看一下 好吧 没有的话呢 记得去找一下我们木质老师 这个 不对啊 有的话 记得去找一下我们木质老师 可以吧 安装阿拉康达可以吗 可以啊 我们的一个教程里面 就是教的你去安装这个 你可以看一下 安装教程里面 就教的你安装这个阿拉康达 好吧 不知道 不知道的话呢可以去领取 它就是一款软件 一款电脑上的一个软件 然后把这个压缩包给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好吧 没什么太复杂的一个东西啊 然后呢 大家先打开这个网站啊 我们今天的话呢 去爬这个西瓜视频 然后 我提前啊 有准备一个神奇的视频 不对 不是这个啊 没错 是就这个啊 我提前准备了一个视频啊 是我辛辛苦苦给你们挑了一下午找到的啊 哈哈 你们可以先打开这个视频呢 可以先 对吧 可以先这个观摩一下啊 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到啊 我的这个西瓜视频就跟你们的西瓜视频 有很明显的不太一样啊 对吧 可以先给我推这种东西啊 对吧 OK啊 然后的话呢 那这个视频呢 是我们今天首先要给大家去讲的一个案例啊 我们怎么样 通过这个代码呢 去把这个视频给大家下载下来 好吧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 呃 一个 一个例子吧 好吧 辛苦到流鼻血 辛苦到流鼻涕吧 哈哈 好吧 然后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来去讲到我们今天的一个爬松啊 爬松 好吧 我们是用Pathom语言去写一个爬松 然后呢 呃 在这个地方呢 我还是先问一下的啊 今天来听课的同学 有多少啊 是我们那个零基础同学 好吧 有多少是零基础同学 来 是零基础同学给我敲一个零 让我看一下好吧 是零基础同学可以在讨论区里面敲个零啊 那怎么算有基础啊 呃 呃 在自由老师那边 有基础是你自己敲过一些爬松案例 呃 在我这边的话呢 有基础呢 就是你自己已经把面向对象学完了 好吧 啊 零基础对吧 OK啊 然后呢 呃 在这里面 大家应该有有接触过Pathom吧 对吧 有接触过一个自己的一个爬松吧 对吧 我听了两节课了啊 那算有一点点吧 好吧 可以交个零点一啊 像前面那些同学一样 好吧 什么学完了啊 面向对象 不会没听说过吧 呵呵 应该是没听说过啊 然后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来讲一下啊 关于Pathom爬松 呃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爬松的话呢 它是去采集我们互联网当中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工具 好吧 送完 学完送对象啊 呃 这个 我把自由送给你啊 可以吗 好吧 那下次我就把自由送给你啊 然后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爬松啊 它是去帮助我们采集互联网当中的数据的一个工具 那数据的话呢 分为四大类 对吧 第一类的话呢 像我们今天去爬的 去采集的呢 它叫做视频 对不对 啊 还有除了视频以外的就是一些图片啊 音频 还有我们那个文本 对吧 啊 这四大类数据呢 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批量采集 这个就是爬松 好吧 然后呢 呃 它有一个 对于专业上面啊 它有一句比较专业的话 叫做 模拟我们的一个浏览器去发送 请求 好吧 大家去记住我们 今天这个这个案例的话呢 大家记住这两句话 啊 第一句话呢 是采集我们的一个互联网当中数据 这个是第一个 对吧 爬松松的一个介绍 那它的一个作用呢 就是去模拟我们的一个浏览器去发送请求 啊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去访问这个网站 对吧 访问这个网站 现在我是通过人为的操作去访问的 对不对 那我们接下来呢 也可以通过代码的方式去访问这个网站 啊 这个就是模拟浏览器去发送请求 啊 发送请求 大家可以理解为是干嘛 访问网站 好吧 啊 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 呃 关于爬松这一块的一个介绍 好吧 那做爬松 我们首先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要去抓数据 对吧 第一个步骤啊 就是要抓数据 不管你是写什么爬松 你要抓这个图片 音频文本都好 都是可以的 对吧 首先第一个 我们都是要去抓数据 对吧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打开这个 呃 界面啊 我已经给你们发了几遍了 没打开的东西 现在可以打开 跟我一起来看 好吧 跟我一起来看啊 啊 四叶老师 你刚刚干嘛去了 蹲厕所 吗 啊 你还真猜对了啊 你还真猜对了 我还真去蹲了一下啊 啊 你是算命的吧 我发现 现在 观看这个东西啊 很多算命的 对吧 我看什么你都知道啊 你知道的太多了 OK啊 然后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打开了一个 什么东西呢 啊 打开了一个network 好吧 那这个network的话呢 它就是帮助我们去抓数据的一个工具 好吧 帮助我们去抓这些音频数据 视频数据 对吧 这些数据的一个工具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先来刷新一下这个网页 好吧 刷新这个网页以后 像这个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啊 包括呢 有一些这种 对吧 这个是我们那些文字内容 对不对 有一些文字内容 包括图片内容也有 对吧 很多的一些 各种各样的数据 它都会组成在这个network里面 好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找的是一个视频 那你刚刚还打了个宝格 顺便吃了点 没有啊 没有 怎么可能吃呢 对吧 我只是 对吧 顺便 顺便而已 OK啊 然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要去找到这个音频跟视频的一个数据啊 开玩笑啊 哈哈 接下来我们找到这个音频跟视频的一个数据 在这个地方去找 好吧 那我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不去教你啊 我就不会告诉你什么 我怎么样啊 我通过什么方式去找到这个数据的 我是一步一步怎么去找 这个我就不跟大家去讲了 好吧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这个数据你去找的话呢 确实是有一定的一个难度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会直接告诉大家答案 明白吗 我会直接告诉大家答案 我们那个数据到底在哪里 在哪个位置 好吧 可以吗 但是如果有些视频或者数据只有APP 怎么查找呢 那你可以用其他的一个抓包方式 明白吗 就这个东西呢 是专门用来抓网页的 那如果说你要抓APP 可能你又用 你要用其他的一些程序 比如说Fader 对吧 比如说Fader 像那个工具呢 可以去进行 抓我们这个手机上面的一个数据包 我之前我记得是有讲过这个Fader的一个抓包的 对吧 如果说你想了解的话呢 可以去找我们这个木质老师 去拿那个录播去看一下 好吧 我之前是有讲过这个 爬一个微信公众号的 对吧 那老师如果遇到有隐藏内容的付费数据怎么搞 从前吧 这还用想吗 肯定从前啊 对吧 爬虫我们说的是一个批量爬取 它并不能破解什么东西 这个大家先要记住 先要知道 好吧 然后首先的话呢 我们去点击什么呢 在这里面 我刚刚说到啊 我要直接告诉大家数据包在哪里 对吧 当我们刷新完啊 打开这个network 刷新完以后 我们直接往上面拉 找到第一个数据包 好吧 找到第一个数据包 那第一个数据包呢 通常就是我们这个网页 对吧 当我们点击完以后 它会弹出一个窗口 在这里面大家看到了 对吧 它不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网页吗 对不对 那事实上我们想要的数据 它就在这个网页当中 你看吧 就在这个网页当中 那现在你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response 好吧 response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服务器 服务器响应给我们的一个数据 你看吧 就比如说你要访问这个西瓜视频这个网站 然后它会给你一些网页一样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response里面呢 我们要去找到一个什么东西呢 往后面去翻 当你翻的话呢 有很多内容 对吧 包括有这些标题也好啊 对吧 以及后面的一些 视频的一些链接等等等等 它都在这个里面 好吧 那我就直接告诉大家 到底在哪里 我们去搜索这一个关键词 好吧 我直接复制给你们 你们去粘贴一下 通过在这个地方 Ctrl F 然后呢 把我复制给你们的一段内容粘贴 好吧 那么进行粘贴以后 大家会看到啊 我们的一个数据呢 就在这个windows点 这什么玩意儿 它的一个后面 好吧 就这么一大堆内容 都是我们需要的一个数据 你看吧 当然有的就可能会就问了 老师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数据的 对吧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西瓜视频 它就是音视频分开的 而且这个音视频数据就在这个里面 对吧 那在这里面 在我们今天这一课的话呢 我只会告诉大家 因为这个 它属于 真的是属于经验性的一个问题了 对吧 它真的是属于经验性的一个问题了 我是怎么找的呢 对吧 我是在这个里面 我去一个一个去分析的 你看吗 我是一个一个分析的 如果说我要带着你们去找 一个一个去找的话呢 可能要花会很多时间 所以说我这里面直接告诉大家答案 对吧 包括你们后续去抓西瓜视频 都是按照这种方式去找就可以了 你看吗 老师找这个花了多长时间 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 对吧 首先我是先看的 它是不是我们的一个M3U8的 结果发现它不是的 对吧 然后又在这个里面去找 疯狂地去找这个数据包 结果发现呢 它经过了一些简单的加密处理 就是这个链接 它就在这个地方 链接 我们想要的视频音频链接 就在这个里面 但是呢 它经过了一些加密 你看吗 经过了一些简单的加密 但是这个我们不要管 好吧 待会我们会带大家去统一的去做 好吧 那现在大家知道了 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呢 就在这个地方了 对吧 而且呢 我们也大概知道了 就它的这个网站是哪个呢 对吧 网站的话呢 大家点到这个headers 可以看到 就当前这个资源 我们的一个response 它所在的一个网址是哪个 我们可以在headers里面看到 对吧 里面有这个url 对不对 有我们网易的一个链接 那么除了网易链接以外的话呢 还有它的一个请求方式 对吧 你该怎么样去访问到这个网站 这两个东西 大家先记住 好吧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先给它 我把这两个 给它复制下来 好吧 给它复制下来 我们的一个数据 其实就已经抓到了 好吧 数据就在这个里面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去进行 第二个操作 就是我们代码的一个实现 好吧 思路这边的话呢 我今天确实没讲很多 所以 大家能听懂吗 同学们 我先问一下 你们能不能听懂 能听懂的东西 可以送个交信花 或者敲个一好吧 然后不能听懂的东西呢 这个其实也没什么 不能听懂的 对吧 我就是告诉你 这个数据 就在这个response里面 对不对 应该都没问题吧 有没有听不懂的 好吧 听不懂没关系 这个数据 我今天也没有去讲得很细 所以听不懂没关系 对吧 你就要知道 你就大概知道什么呢 我们想要的一个音视频数据 对吧 我们抓数据是为了干嘛 要去找到这个音频的一个链接 对吧 当前这个视频 视频的一个音频链接 对不对 以及它视频的一个链接 好吧 音频链接和视频链接 我们要找到 然后呢 我告诉了你 对吧 我们的一个音频视频链接 就在这个里面 对不对 好吧 就相当于这个答案已经告诉你了 对吧 你只需要照抄就可以了 具体是为什么 对吧 我们这个不会跟你讲的太细 希望老师能够讲一下 个人首页里面下来刷新的原理 XH2里面不是特别的明白 对吧 我们今天没用到 所以现在跟你讲估计也不太可能 就这个 XH2的话呢 它是我们动态数据抓包的一个东西 明白吗 就是所有的一些 Ajax请求 它都会在这个里面去进行一个抓包 好吧 然后这个 我真的不太好跟你讲 它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我要去讲的话 可能跟你讲一两个小时 你都不一定能听懂 好吧 所以这个我们就暂时放一会儿 好吧 OK 然后我们就继续 好吧 继续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我们代码的一个实现 前面有部分东西可能听不懂 对吧 但是你只要知道 我是告诉你 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 音频跟视频的一个链接 它就在这个网址里面 对吧 那这个能懂吧 对吧 这你总不能说老师我不懂吧 对吧 我们的一个音频跟视频 它就在我们这个网页当中 对不对 这想必你是一个正常人都能听懂 对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通过我们写代码 去保存这个数据 好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现在啊 首先第一步是发送 发送请求 好吧 第一步的话呢 是发送请求 按照我们在爬送当中 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一个 发送请求呢 大家可以理解会是干嘛 访问网站 对不对 那也就是我们爬送 接下来第一个步骤呢 我们是要写一些代码 帮助我们去访问到 当前这个网页 对不对 帮助我们访问到 当前这个网页 这是我们要执行的第一个步骤 那么第二个步骤呢 是获取数据 对吧 获取数据啊 那么对于获取数据的话呢 我们是需要说 把这个里面的一个 你看啊 把这个response里面的一个内容 对吧 给它进行一个获取 你看把这里面所有的东西 都给它拿出来 好吧 然后呢 拿出来以后呢 我们干嘛呢 执行第三个步骤 解析数据 好吧 解析数据啊 那在解析数据 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设计到一个 先给你们透个题吧 叫Base64的一个解码 好吧 这个我们待会再讲啊 只是你们先看一看 好吧 然后解释出去 我们的一个目的呢 是需要 因为在这个网页代码当中啊 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内容 对吧 除了我们想要的一个链接以外 因为这里面储存了我们的链接 除了这个链接以外呢 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 你看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对吧 那么这些内容 我们要给它去除掉 好吧 要给它去除掉 好吧 这是第三个步骤 它就是需要筛选掉一些内容 明白 然后最后一个步骤呢 我们就是说 经过第三个步骤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音频跟视频的链接 给它完完整整拿出来了 对不对 拿出来以后的话呢 第四个我们就要去保存数据了 好吧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我们需要 保存的数据呢 我们之前说过 对吧 它分为两个 就是一个视频呢 它给它拆分了 拆分成我们的一个视频 跟我们的一个音频 好吧 然后最后一个步骤呢 就是我们音视频的一个合并 好吧 这是我们今天代码的一个步骤 你看吧 再怎么刷新也没刷出来 不至于吧 不至于吧 对吧 我再教你们一下 这个数据 这个链接是怎么找的 好不好 前面没听懂东西 仔细来看一看 好吧 前面没看懂东西 仔细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我们通过这个右键 对吧 点击这个检查 或者说呢 你通过F112的这个按键 你按一下 它会弹出这个network 对不对 那么network这个东西呢 就是帮助我们去进行一些 数据的一个抓包的 它可以去获取 它可以去拦截一些数据 你看吧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客户端 比如说浏览器 在跟服务器的一个交互过程当中 会产生很多数据 对吧 比如说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浏览器 对吧 这边是服务器 我在跟它的交互过程当中 它会发生很多数据 会产生很多数据 对不对 这其中的话呢 包括有视频 音频 图片 文本 对吧 那我们就是需要说 把这个视频跟音频 这个内容给它 拦截下来 那么我们要用到这个network 这是network的一个作用 明白吗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现在是没有数据的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对吧 你现在需要先来 你看我刷新一下这个网页 对吧 然后这里面的数据 才会进行一个加载 才会进行一个重新的加载 明白吗 因为这个框框呢 是在你打开以后 它才开始拦截的 明白吗 是在你打开以后 才开始拦截的 你没打开之前 它是不会进行一些拦截操作的 明白吗 我给你们把这张图 让图忘记了 不小心删掉了 好吧 你懂我吧 现在刷新出来没有 刷新出来以后 我们直接往上面 拿到第一个就可以了 对吧 点一下 然后在这个response里面 就有我们的一个数据 在这个headers里面 就有我们的一个链接 懂了吧 OK 然后我们就继续吧 好吧 那么我们接下来 开始携带嘛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导入一个模块 导入一个request 好吧 这个request的话呢 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 去执行第一个步骤 就是发送请求 对吧 其实就是访问网站 明白吗 太深奥了 对吧 完了 我一说服务器跟 我一说服务器跟浏览器 有人就说 老师这个太深奥了 我真的是看不懂 我给你写出来吧 好吧 这边是浏览器 好吧 然后这边是服务器 服务器的话呢 它可以分为很多 对吧 比如说有我们这个西瓜 视频的一个服务器 然后呢 除了西瓜视频呢 可能还有其他的 对吧 像百度 像什么京东 对不对 像什么腾讯 对吧 像这个阿里 对吧 等等的 有很多的一些服务器 对吧 就像你访问的 任何的一个网站 每一个网站都有服务器 你看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是访问的 这个西瓜视频的 一个服务器 这边能懂吗 这个LERMONT 同学 能理解吗 对吧 这个是我们正常 比如说我们现在访问 访问这个西瓜视频的 这个网站 那么我们访问的 就是西瓜视频 这个服务器 对吧 那如果说我现在访问百度 我就是访问的百度 百度的一个服务器 对吧 像你们现在听课 用的这个腾讯的 一个网站 对吧 那么你们就是访问的 腾讯的一个服务器 明白我意思吗 这个就是他访问网站的一些操作 明白吗 那爬中的话呢 就是要在这些服务器里面 就是要在我们的一个 西瓜视频的一个服务器里面 去干嘛呢 去请求 对吧 去找这个服务器去干嘛 去要数据 因为这里面有一些数据内容 对不对 有我们想要的一个视频内容 对不对 那在这个地方 我需要把这个视频内容 西瓜视频里面的一个内容 给它汇计下来 那首先我们浏览器 是不是得访问一下他 才能够看到这个视频吧 这笔网能理解吗 对吧 这个L1M1T同学 对吧 你说太神耳了 我现在给你解释一下 可以吧 然后这个浏览器去访问 这个西瓜视频这个网站 那你不访问这个网站 你怎么能拿到数据呢 对吧 肯定拿不到 对不对 所以你要访问这个 西瓜视频的一个服务器 你才能够拿到这些视频数据 对不对 那拿到这些视频数据以后 像服务器呢 他知道你在访问 他的一个视频网站 然后他会把这些数据呢 给到你 对不对 那这里面就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是请求 就是访问网站 你可以这样理解 好吧 然后呢 就有另外一个呢 叫做响应 对吧 响应的话呢 就是他会把你请求的一个内容 你访问这个网站 该有的一些内容 全部给到你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浏览器 去访问网站的一个步骤 那爬松是干嘛呢 对不对 爬松是模拟成 模拟成我们的一个浏览器 去干嘛 去发送请求 对不对 他就现在就是 他假装成了我们的一个浏览器 现在像我们的一个服务器 对吧 像这个西瓜视频的一个服务器 去发送请求 然后呢 再去获取数据 没有 这个就是爬松它的一个作用 它假装成浏览器 对不对 然后呢 像浏览器 像爬松 对吧 它是由于是代码写的 所以说它能够执行一个 批量的获取 没有 就比如说我现在这里面 我需要很多的一个视频 那我就不需要手动去操作了 对吧 我只需要把代码写好 然后右键运行 就可以执行一个批量的下载了 你看 其实它本身并不深奥 懂吗 它本身并不深奥 真的 你仔细去听的话 你发现这个东西真的不深奥 对吧 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步骤 很简单的一个流程 对吧 稍微用心点都能听懂 好吧 这个同学还在不这样 对吧 我希望你们来听 都能听懂一些知识点 好吧 为什么要假装 对吧 不用不能加一个批量器吗 问得好 问得好 对吧 为什么要假装 因为这里面我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我现在 我在公司 对吧 我在公司里面工作 然后呢 老板有了一个需求 对吧 那我需要 这个老板呢 就需要你下载很多的视频 然后呢 给它放到自己的平台上 或者说呢 在某个地方 下载很多商品数据 然后呢 保存到自己的一个数据库里面 那这个数据 我需要你有几千万条 对吧 我需要你有几千万条 那这些数据从哪里来呢 对不对 你看吧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作用 好吧 这个就是扒数的一个作用 它可以批量的去获取数据 OK吧 然后我们就继续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就先放一边 好吧 接下来我们写代码 写代码的话呢 我们首先导入一个request模块 request的话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发送请求 好吧 可以帮助我们去发送请求 就是访问网站嘛 当然一定要记住啊 它是一个第三方的 好吧 需要你们去额外安装 就像你们手机上的一些 第三方应用一样 你看吗 需要你们额外去进行安装 首先的话呢 我们使用到这个 实现第一个步骤 去发送请求 好吧 然后发送请求的话呢 我们会使用到这个request 点一个什么呢 点get 好吧 这里面我们点了一个get 大家先来看一看 在我们刚刚的这个操作当中呢 有一些链接 以及请求方式 对吧 然后大家细心的东西 就会发现 这个request method 等于get 对吧 那么是不是就证明着 我们request要点get呢 没错 好吧 就这里是什么 我们这里就写什么 对吧 然后呢 就是说我们去请求网站 在之前的话呢 我们先得要去准备一个地址 对吧 我们先把这个地址给它复制 放进来 OK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说相当于x等于1一样 对吧 这个url就等于这个玩意儿 对吧 就等于这个网址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网址给它放进来 你这样一看 它的话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发送请求 懂吧 就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发送请求 好吧 然后发送完请求以后呢 它会给到我一个响应 你看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来打印一下 通过我们的一个输出命令 对吧 把我们的这个response 就是访问网站以后的一个结果 打印出来 我们先来看一看是个什么东西 好吧 通过用鉴密情况以后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给到我们的是一个response200 对吧 那么response200的话呢 意思就是 已经就是说访问成功 好吧 就是告诉你 你现在访问这个网站已经成功了 对不对 但是呢 在这里面我们就不能就这样就结束 因为什么呢 我们刚刚说过 访问网站 模拟浏览器去发送请求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干嘛呢 进行一个模拟操作 不然它会以为我们就是一个pastron 我们本身就是一个pastron 怎么贼还捉贼了 对吧 我们本身就是一个pastron 对吧 像夫妻的话呢 他实际上能监测 能够知道你到底是不是一个pastron 那如果说 对吧 他发现你是一个pastron 他还会给你数据吗 对吧 那他肯定不会给你数据 就像什么呢 就像强调 就像那个强盗一样 对吧 就像流氓一样 对吧 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个男流氓 对吧 比如说有个男流氓 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 对吧 然后呢 要对你动手动脚的 对吧 那你会不会跑 你肯定会跑 对不对 而且跑得比谁都快 对吧 那怎么办呢 在这里面我们就是要做一些伪装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来准备一个 对吧 比如说像我们自由老师 对吧 自由上 对吧 他的话呢 就会人家伪装成这个女生 对吧 然后呢 就天天对着 有点打岔了 对吧 对着一些汉子 说一些撒娇的话 比如说 举个例子 比如说 不要 别这样 别这样 不 比如说说这种话 对吧 那你看到你是不是跑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他每天伪装的都特别的 怎么说呢 伪装的特别正常 你看吗 让你发现不出来 他其实是一个 对吧 被动了手脚的人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需要对他进行一些简单的伪装 我会反击 我直接反过来对他动作动脚 好家伙 好家伙 我没想到 你们口味这么重 好吧 然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Headers 给他加上来 好吧 加上来 再这样一加 你看 Headers等于Headers 对吧 然后这样再去发送请求的话 那我们就能够大概的去避免 他不会干嘛呢 不会被反拔 对吧 不会被识别 就算你是一个男的 对吧 对一个男的动手动脚 那其实他也发现不了 明白吗 他也发现不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去获益数据了 好吧 就可以正经的去获益数据了 好吧 那怎么样获益数据呢 在这地方其实很简单 对吧 我们主要在这个瑞士报线后面呢 点 点一个test 你看 点一个test OK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去打印出来我们的一个网页内容了 看到没有 对吧 我们想要的数据呢 就已经全部打印出来了 好吧 正经的或许数据 不正经的呢 不正经的就把这个Headers给干掉 光明正大的 对吧 你们看过那个g8没有 对吧 百度贴吧里面不是有个g8吗 你们看过没有 对吧 我有朋友看过 我有朋友看过 他还乐在其中 对吧 那么 继续 我们接下来获益到这个数据以后的话呢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网页的一个data 好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执行这个今天的一个第三个步骤 解析数据 好吧 解析数据 什么叫无种是有啊 这个是真 这叫真实的案例 真实的案例 什么叫真实的案例啊 你们连这个都不懂 我发现你们 我跟你们有代购 有代购 OK啊 然后呢 我们刚刚不是跟你们说过吗 对吧 事实上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呢 它就在这个里面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也要进行一个确认 就是在我们控制台里面打印的一个网页原代码当中 我们也要确认一下 有没有这么一串东西 有没有这么一串数据 我们你们的木质老师安全了 神的妈木质老师安全了 别这样啊 别搞我啊 我会受不了的啊 OK啊 然后呢 当我们就是把刚刚这一段内容啊 我再给你们发一遍 好吧 我再给你们发一遍啊 我可能是亲身经历的 哎 我今天还确实经历了 你还真别说啊 对吧 被某个人拍了拍背啊 很尴尬啊 对吧 然后现在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网页原代码当中呢 也通过这个Ctrl F 进行一个搜索 对吧 同样的话呢 也把我们的一个内容搜索出来了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需要说 把这个里面 你看把这个大括号 对吧 把他后面的一个内容全部给他取出来 那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取呢 对吧 那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取 这个很 对吧 这个就很痛苦啊 很多人就不知道啊 老师这个我东西怎么去取它的值 对不对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把前面这一段内容给它复制到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我们这个里面 对吧 事实上已经给我们匹配到了 我们想要的一个内容 对不对 只不过呢 只有前缀 那我们需要的内容呢 我们在这个后面 对吧 那怎么办呢 诶 大家看一下 我就在这个地方 我就在这个等于号后面 我来写一个什么东西呢 对吧 写一个括号 你看 写一个点心问 对吧 然后呢 一直给我匹配到什么呢 诶 一直给我匹配到这个玩意儿 S C R IP T 对吧 然后这里面会出现说 你没匹配到 放屁 怎么可能没匹配到呢 对吧 把这里面先干掉吧 好吧 先把它删掉吧 先来看一下效果吧 好吧 那这样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是说 把我们这一整行都给我匹配到了 对不对 看到效果没有 对吧 就是这一整行 诶 没有一整行吗 来看一看 大概是到了这里吧 对不对 大概是到了这里 那我需要的是呢 它能够一直匹配 对吧 匹配到呢 当前这一串结束 结束在哪里呢 我们往后面去翻一下 往后面去翻一下 应该就能看到 意识不解点心问 没错 对吧 我需要呢 它能够一直给我匹配到这个 好吧 一直给我匹配到这个就可以了 来一个问号就可以了 好吧 但这里面它会说 你现在没有匹配到任何的结果 对吧 没有匹配到任何的结果 这个是因为 具体什么原因呢 因为有一个东西呢 好像给我拦截了 在这个位置 它给我截断了 有点尴尬 对吧 刚刚那个位置已经有点截断了 但是没关系 我们用代码去匹配试一下 好吧 这一串内容的话呢 我们先给它记住 先给它放下来 好吧 待会我们要用到 先给它放下来 可以吧 正在表达是不是很懂 没关系 好吧 没关系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三步解析数据的话呢 我们首先先导入 import先导入一个21 好吧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正责模块 我们先简单说一下 它是一个内置模块 好吧 内置模块怎么意思呢 就是不需要你再安装了 明白吗 不需要你再安装了 我强调了两遍的 可以吧 你不要 我们PIP因子到21 那我就要笑你了 好吧 然后接下来第三个步骤 结束去 首先我们使用到这个21 这个模块 在后面的话呢 我们点 点一个findout 对吧 前面已经有东西说到了 我们点findout干嘛呢 它事实上呢 就类似于我们的一个搜索 跟这个搜索是类似的 不过呢 功能要比这个搜索要强大一些 明白吗 功能要比这个搜索要强大一些 那比如说的话呢 现在我要去搜索这么一段内容 对吧 我先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把后面这一节 给它去掉 对吧 我要搜索这么一段 就比如说这么一段 对吧 在这里面我要找 对不对 那找完以后的话 我在哪里找呢 对吧 这是我要找的东西 然后我在哪里找呢 在这个网页原代码里面去找 对不对 然后找完以后 它就可以像我们这里面的一个操作一样 可以帮助我们搜索一个内容 对吧 那搜索完以后 会给我们打印一个东西 好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 是什么 对不对 搜索完出来以后 你一看就是我们搜索的一个内容 对吧 跟这个操作是不是有点像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把这里面的东西先给它改一下 我给它改成这个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给我们搜索的内容是什么 对吧 来看一看 你一看 它给我们匹配的东西呢 就是这么一长串 对不对 就是这么一长串 能理解吗 然后这么一些东西里面呢 就有我们的一个视频的一个链接 明白吗 好吧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只要把它提出来就可以了 那有东西可能会说 老师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那前面这一堆我也知道 我是搜索 对吧 跟我们刚刚的一个搜索是一样的 对吧 后面这一堆我大概也能够知道 但中间这一堆是什么玩意儿啊 对吧 它的话呢 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 我们要匹配任何字符 什么意思呢 就在这个中间 在这一段与这一段的中间 对吧 我不管你出现了什么内容 你都给我匹配到 对吧 你都给我匹配到 我需要的东西正是这一串内容 对吧 这就是典型问的一个意思 对吧 当然啊 换行符 换行符 除外 对吧 就如果说这一段字符里面 他突然给我敲了一个换行 那么是不能匹配的 你看吗 是不能匹配的 所以这个大家先注意一下 这个就是典型问的一个含义 你看吗 能不能理解啊 同学们 有没有听不懂的 对吧 像这个从小白进监狱 对吧 能听懂吗 对吧 那老师为啥前面不加 我懒得加呀 对吧 我懒得加 因为前面的话呢 本身就只有这么一场战 对吧 我为什么 我通过这种方式 就能够收到我前面 为什么还要加一双ABCD呢 对不对 为什么还要加呢 就本身我现在这么长一段东西 就能够给我们匹配到 为什么我还要化蛇添足呢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化蛇添足呢 我是不是脱了裤子又放屁吗 对吧 所以这个是没必要的 你看吗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提出来以后 注意啊 这个地方 它给我们返回的一个内容呢 是用这个中国号存储进来的 对吧 那中国号的话呢 它是一个列表 列表取值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来一个中国号0 可以完完整整的 对吧 可以把前面这个引号 跟这个中国号 给它去除掉 然后你再来看一看 等一下 你再来看一下 那这样去看的话呢 就会舒服很多 对吧 前面没有那些奇怪的东西了 这个是我们真正匹配下来 很完整的一个内容 对吧 很完整的一个内容 那么继续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就去进行一个 二次提取 对吧 再往里面去提取 这个是我们 你可以当成一个节省的一个字幕串 好吧 那么继续的话呢 我们 我们刚刚说到 就是所有的一个标题内容 所有的一个视频内容 对吧 视频的一个链接 全部都在这个里面 好吧 那问题又来了 老师 这个视频我知道 你说了 在这个里面 那它到底在哪里呢 我也不好说 对不对 那我也不好说 那怎么办呢 大家先把这一串内容复制一下 你看 把这一对内容复制一下 然后呢 打开一个窗口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来一个接审 好吧 来一个接审 然后呢 给它粘地进来 粘地进来以后 对吧 按照正常情况 它会把我们这一对数据 给它展示的非常的好看 然后呢 都可以进行一个折叠 对吧 然后现在的话呢 它告诉我 就是说 出了一个报错 这个报错的话呢 是说 你这里面说 它实际上 对吧 缺少了这什么什么玩意儿 然后呢 实际上是一个untifind的 对不对 那你们只需要看这个就知道了 你看吧 只需要看这一段 就是我们在这个类型数据转化过程当中 它出现了一个报错 这个报错的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里面有这个untifind 好吧 untifind的话呢 事实上 在这个js代码当中 在这个里面 它是一个空的意思 你看吧 是一个空的意思 那也就是说 我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需要说 把这个untifind给它换 换掉 换成什么呢 换成空的东西 它才能够显示正常 好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使用什么呢 使用这个jsxtr 这里面我们要把这个什么呢 untifind 对吧 替换为什么呢 none 好吧 因为在passion当中 是没有untifind的 没有这个东西了 所以我们要给它替成none 对吧 替成none 好吧 这个none 这个才是我们passion当中的空 好吧 或者说呢 你直接给它替换为这个none 也可以 好吧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去使用到点一个replace 好吧 replace嘛 就是替换的一个意思嘛 把我们的一个untifind 给它替换为什么呢 替换为我们的一个空 好吧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来干嘛呢 再来把这个jsonstr str 给它进行一个输出 好吧 来啊 大家再来看一下 那现在的话呢 来 我把它打印出来以后 我再来复制 然后呢 重新 对吧 注意啊 记得把这个东西给它取消转译 对吧 再来重新给它粘贴 那么OK 对吧 你们一看 这个就正常了 对不对 你可以把这里面的一个内容 进行一个折叠 对吧 然后 你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去找数据 是不是方便很多 对吧 五彩斑斑的白 这个网站我先发给你们一下吧 需不需要啊 不需要我就不发了 你们搜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json 可以吧 donut donut 对吧 不用对吧 OK 然后的话呢 太深了 太深了 对吧 那我就浅一点 好吗 那我就浅一点 可以吧 觉得太深了的同学呢 可以尝试一下去接触一些Python语言基础 好吧 因为关于课的话呢 我们确实会去讲一些案例 实在是 太 再基础的东西呢 已经 已经不会去讲到了 对吧 这个已经是一个 当然了 还有一些最基础的一些内容 对吧 但是关于课的话呢 本身就是讲一些案例 案例式的一个教学啊 如果说你从头仔细的听到尾 那你听 听一遍啊 肯定会有一些压力的 对吧 像这位同学一样 对吧 这个L1M1同学 对吧 他的话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典型的小白 对吧 啥都听不懂的那种感觉啊 就是能听懂一些大概的 你看吧 但是呢 就很多地方是听不懂的 对吧 但没关系啊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对于一些 零基础小白来说 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要求 你看吧 就是你们再听不懂 也没关系 对吧 课后的话呢 还有录播 录播以外的话呢 就是说 你确实还是有一些地方 听不懂的话呢 对吧 可以去找木制老师 包括你去邻居一些基础资料 对不对 你从头去听 从头去看 也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关系的 对吧 你可以从基础开始去学 对不对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 本身是一个案例 那么案例的一个教学呢 肯定会相对来说 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难度 你看吧 好吧 但是主要问题不大吧 好吧 主要问题不大 你后续的话呢 稍微学一点基础的话呢 也可以去听懂 好吧 然后我们接下来去提数据 去解析数据 首先我们先来去看到 在这个地方呢 会出现很多 类似于这种的 这种我们把它称作为什么 乱码 看到吗 这种我们把它称作为乱码 对吧 在这个里面 其实你也能看到 有一些字符 它不是中文 也不是英文 是件很奇怪的字符 那这个我们怎么处理呢 注意啊 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乱码 好吧 那乱码怎么处理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使用response 点一个encoding 让它等于一个UTF-8 或者是GBK 好吧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这个乱码 如果说你能看到 在这个里面 你能够看到正常的一个中文 那就没问题 对吧 那如果说你看不到一个 正常的中文 那就有问题 对吧 那看到这个没问题了 那我们就去干嘛呢 对吧 再把这个 给它复制一下 然后重新的 给它放到这里面来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正常了 正常的去观看了 好吧 然后视频的数据 视频的一个链接 在哪里呢 它在我们的这个 往下面去翻 一直呢 翻到我们 翻到这个位置 好吧 Any video 好吧 如果乱码了怎么办 我刚讲完 我刚讲完 你又问 我真想把你捶死 对吧 我前嘴刚讲完 你后嘴就问出来了 好吧 然后呢 像我们的一个视频数据呢 它在哪个位置呢 就在这个里面 好吧 就在这个里面 往里面去展开 好吧 展开以后的话呢 在这个video里面 就有我们的一个视频 好吧 在video里面 就有我们的一个视频 然后再往里面去找 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是我们视频的一个标题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视频的一个标题 然后除此以外的话呢 还有一些奇怪的链接 对吧 一些比较奇怪的链接 比如说这个 对吧 你们都可以打开 自己去看一看 对吧 这个就属于是一个 类似于是一种动图吧 对不对 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 还有 网下面去找的话呢 还有这个图片 对吧 还有这个图片 这些都是图片吧 那视频到底在哪里呢 对吧 不要着急 网下面去翻就可以了 你看 当我们翻到这个下面 当你翻到有这个manuil的时候 那你就能够大致的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视频了 你看吗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有这个360p 看到没有 网下面找的话呢 480p 对吧 720p 一直往下面 1080p 对吧 然后4k 一展开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 当前这个网页的一个什么 来 你们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分辨率 对不对 是不是就是一个分辨率 360 480 对吧 720 1080 对吧 4k 有没有问题 对不对 这是不是我们所有 每个视频 对吧 当然我们还是说过 我们要去肯定要把这个4k的 对吧 要采集肯定把这个4k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manuil就是我们的一个视频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对吧 经验 对吧 经验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把这一段链接 来你看 我们给它复制一下 复制完以后的话呢 我们打开个什么呢 bass64 来你看 我把这个内容一粘贴 然后进行个解密 对吧 当我们把这一段内容粘贴 解密以后 你看 变成了一个网址 对吧 变成了一个网址 那并且的话呢 这个网址我们重新 你看 打开一下 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链接 变成我们的一个视频链接 是不是 有没有问题 对吧 这个地方可能有同学会觉得有点绕 对吧 会觉得有点绕 但是呢 对吧 按照这个方式去做 你就能够去找到这个链接 明白吗 可以吗 估计有很多同学会有很多问题 来 有问题的东西 先提一下问题好吧 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 对吧 给我一种感觉就是 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 对吧 我有问题 我确实有点听不懂 但是我不知道我哪里听不懂 对吧 但是我不知道我哪里听不懂 这个是最尴尬的 这个是最尴尬的 对吧 估计很多东西是这种情况吧 是不是 这种很痛苦 说实在话很痛苦 对吧 因为观看客的话呢 我们的一个内容确实 你要我把这个东西讲得很细 我真的是没有时间给你们讲得特别细 明白吗 真的是没时间给你们讲得特别细 如果说我要 从零开始给你们讲 确实要花很长时间 才能够让你们慢慢地去把这个案例给它 达到一个能够接受的一个状态 明白吗 就相当于你们现在是 连一加一都不会的人 然后呢 我现在教你的是这个 微积分一样 明白吗 所以你不懂很正常 懂吗 所以你不懂很正常 这个确实得一步一步去学 从零技术开始去学 明白吗 这个没办法 好吧 但是我能够尽我的能力 让你们能多听懂一点点 试一点 好吧 能多听懂一点试一点 OK吧 UTL-8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编码 你可以理解是一个编码 或者说你确实老师我不知道编码是什么东西 好吧 那我解释一下好吧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些代码 像我们的一些字符也好 像一些中文也好 计算机它是听不懂的 你看吗 计算机它是看不懂的 像一些中文字符等等的这些东西 它是看不懂的 那所以的话呢 它会经过一些编码 让它编码成我们计算机能够直接看懂的一些文字 这个能理解吧 对吧 这个就是YouTube高码的一个编码 它可以理解为是计算机的一种 能够让计算机读懂的一种语言 好吧 老师你当初是怎么过来的 我当初太惨了 我当初是真的有点惨 对吧 有多惨呢 就是我当初学派码 就真的是云里物里 包括我从我学第一门编程语言开始 我真的就是云里物里 甚至我连我自己学的 学的东西我拿来干嘛我都不知道 对吧 我连我学的东西我拿来干嘛 我都不知道 就是比如说吧 我现在我刚开始学 我学的是加瓦 对吧 加瓦本身做网易开发嘛 对不对 做一些网站外部的一些开发 那时候我刚开始学的时候 我就是从那些天马开始学 对吧 我从打字开始学 真的 一点都不怕 我啥也不会 我连电脑开关机我都是一个问题 我连电脑开关机我都 我都是一个问题 对吧 到后院的话呢 也是 说实在话 那时候是经历过很长 真的很长 很长时间的一个沉淀 很长时间的一个沉淀 才慢慢的 慢慢的理解 我学的一个东西到底有什么作用 我学这个玩意儿 对吧 我能够找什么工作 包括对吧 就是学完这个支点 学完这个案例 对吧 学完这个内容 我能有什么作用 我当我到慢慢的 对吧 花了个一两年时间 我才 我才慢慢理解 哦 这个原来是这样的 对吧 哦 原来 这个要学 对吧 原来 原来如此 对吧 原来如此 我才慢慢的去理解 就是为什么 要学编程 要学这么多东西 为什么学编程 对吧 要你会这么多支点 我才慢慢的理解 以前我是不理解的呀 我就跟你们一样 真的 我跟很多人都是一样的 跟很多邻居小白一样的 就刚开始学的时候 我都啥也不知道 对吧 我真的 我小时候 我连电脑 我游戏 我都没有怎么接触过 你敢信 我连 我连 我打CF 我都被抓过 对吧 我这小时候 我上网吧 我接触一下电脑 对吧 我打一下CF 结果还被我爸抓了 还被我爸抓了 很尴尬 对吧 就是我小时候 我从小时候 我到大学 我都没有怎么接触过电脑 对吧 然后一直到现在 就是还是 确实经历过 很长时间的一个神殿吧 这个是真实的 就是 还是 怎么说呢 对比 对比绝大多数人来说 至少你们现在学过电脑吧 对吧 至少你们会开关机吧 对不对 你们现在没有同学说 老师我不会开关机的吧 对吧 应该没有吧 不至于像我一样吧 对不对 应该绝大多数人 应该都是 对吧 说你在啥吧 你开关机 你总得学过吧 对吧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但是我没有 很夸张啊 但是我真的没有 很痛过啊 那时候 对吧 那时候第一次接触编程啊 真的很痛苦 但是慢慢的去学 学完以后的话呢 其实 其实是真的爽 是真的舒服 叫什么意思呢 你学完以后 你发现你的一个 就是 我当时毕业以后的话呢 就是工资的话呢 也没有特别高吧 差不多是一个 六七千七八千的 一个样子一个月 对吧 一直到现在 可能就不一样了 现在慢慢的去 积累自己的一个经验 对吧 慢慢的去积累 自己的开发经验 慢慢的话呢 就会 薪资也会越来越高嘛 对吧 这个很正常的一个道理 对吧 像边上行业 你 做的在乎啊 边上行业 你的一个经验越高 你的一个薪资也就越高 对不对 好吧 所以慢慢的 像这个行业 怎么说呢 它确实 对比其他行业来说 对吧 如果说你是一个 没有接触过电脑的人 你第一次接触 肯定会 怎么说呢 多多少少有点难受 但是它后期 给到你的 给到你的一个反馈 怎么说呢 它足够的 它足够的好 你看吧 它足够的好 也就是说 对吧 直接报错了 稍等一下 好吧 这个地方是 负一 老师头上还有头发吗 放心 头发多得很 我头发多得很 好吧 然后 这个链接 我们就拿到了 比自由多 对吧 这个是我们 视频的一个链接 视频链接除了以后 我们取这个音频的链接 好吧 音频链接 只需要把上面 这一段复制一下 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video呢 给它改成 AU AUDIO就可以了 好吧 AUDIO 然后把这两个内容 都给它打印看一下 好吧 好吧 这是两个视频跟音频的一个链接 那我就放心了 可以放心学了 学编程 你说掉头发吧 也还好吧 它不是一个 我觉得对于钱来说 掉头发已经不重要了 你看吗 我觉得对于钱这个东西来说 掉头发已经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了 更何况 更何况现在学Pathom的人 大家想 现在学Pathom的人 其实大部分 对吧 就从我们这个归书来说 归书是谁呢 就是我们这个Pathom的一个鼻祖 对吧 从他来说 他就没有图顶 对不对 他就没有图顶 那到你们 你们怕什么呀 怕个水啊 你们 对吧 归书都没有 所以你们怕个爸爸 对吧 所以你们就完全不用担心 对不对 然后 这个我们就搞定了 看到没有 对吧 这两个 包括音频跟视频 对吧 这两个东西 我们都给他提出来了 对不对 我可能脑子没得好 大家都是正常人 对吧 都是普通人 没有说谁的脑袋比觉得好 对吧 只是 怎么说呢 就像学编程一样 对吧 像我最开始 我最开始学 对吧 那说实在话 我当初我是被迫的 我当初我是被迫的 真的是被迫的 没办法 这必须得学啊 你不学 没工作啊 明白吗 你不学你没工作 我被逼的 我才学的 然后发现 逼出来以后 感觉还挺香的 对吧 确实还挺香的 学这个行业 对吧 然后到后面才发现啊 就是 虽然他前期 对吧 确实有点苦吧 其实也不是 你要说他苦吧 他其实也不是特别苦 你看吧 你要说他苦 他其实也不是特别苦 为什么呢 真的啊 像现在的话呢 在中国啊 在中国这个社会 对吧 每一个行业 真的每一个行业啊 只要是跟钱挂钩的 没有什么是简单的 没有什么是简单的 对吧 从我们编辑这个行业来讲 你从一开始学 你要学多少字典呢 对吧 给你们看一下 如果你们是需要去学到就业的话 对吧 你们看一下 要掌握这么多字典 对吧 要掌握这么多字典 从零开始 对吧 从头开始 从你 我先不从电脑开关机吧 像我一样的人太少了 对吧 我连电脑开关机都不会 像我一样的人太少了 对吧 那像你们一样 对不对 那你们的话呢 没有基础 那你总会电脑开关机吧 对不对 那你们从零开始 对吧 你们一看 我的天哪 这点这么多 对不对 那说实在话 我告诉你们 就说白了 这些东西 你说它多吗 不多 真的不多 一点都不发张 这些东西真的不多 因为什么呢 你们自己去看一下 现在 包括你们现在大学学的东西 比这个 我相信 比这个肯定是要多的 你看吗 比这个肯定是要多的 这个想都不用想 对吧 因为大学大杂会嘛 对吧 肯定是要更多的 对不对 那大学它 当然大学它比较多 但是它不精 对吧 那肯定是多的 我说过 像中国现在的一个社会 对吧 你学 你学一门技术 就是你学一门 能毕业以后 能吃饭的技术 它的内容 它就有这么多 明白吗 它的内容就有这么多 你别以为 我在开玩笑 这个是真的 懂吗 就不管你是任何一个行业 对吧 你从你自己 比如说我现在接触的 比较多的一个行业 叫做3D 3D建模 对吧 MAX 那玩意儿 要学一年 对吧 要整整要学一年 那各式大纲 比我们这个复杂的 多的一批 对吧 那还有一些 就是其他的一些行业 包括像加碗 对吧 像我之前从事的一个加碗 加碗的话呢 你知道 从你地 从零技术开始 对吧 它基础 它就要学一个 一两个月 基础就要学两个月 对吧 甚至三个月时间 你都 你都他妈在学基础 对吧 到后面的话呢 就是学到大概是 把所有的基础 学完以后 到后续 你才慢慢的 对吧 去接触到工作当中 真正用到的东西 对吧 可能要学个一年多时间 对不对 像现在 你如果说是要去学 学这个 学爬虫 学Person 对吧 那学校的时间呢 也仅仅是需要花 七个月时间 也没有特别高 对吧 也没有特别高 七个月 你们觉得七个月 学门技术长不长 对吧 你们觉得七个月 学门技术长不长 对吧 你们觉得七个月 掌握一门能够就业的技术 对吧 它长不长 对吧 不长吧 对吧 事实上其实不长 其实不长 对不对 其实 按照正常的一个逻辑去讲 就是 像你大学学四年 对吧 像加瓦 可能 也是将近这个时间 可能更长一点 可能一年左右 对吧 其实真的不长 对不对 只不过 就是 很多人就没有这个想法 就是 真的需要 当你就业的时候 对吧 要掌握这些东西 当 就是你一瞬间 接受这个东西 你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懂吧 你一瞬间 肯定接受不了的 这个想都不用想 对吧 你肯定会投大 但是你慢慢地去接受以后 你发现这个东西 其实并不多 对比其他行业来说 我说的是 其他行业 你看吧 对吧 什么叫其他行业呢 我们刚刚也说过 对吧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我只要是 跟钱挂钩的 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对吧 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对吧 百度解决不了 关机 关机可爱心 对吧 只不过就是说 因为很多东西 它并不是你一年能学会的 就是像我们这个编程一样 对吧 像这个Python开发一样 它不是 怎么说呢 就很多东西说 老师 这玩意儿真的一年能学会吗 我不信 对吧 我不信 我自己学了一个月 甚至我学了三个月 我还没有任何进展 对吧 我还没有任何进展 这个就是 怎么说呢 学习方式的一个问题吧 对吧 像学一门技术的话呢 最好的还是能够说 有一个人去 带你去学 对吧 最好还是有一个人 去带你去学 因为像 为什么说现在 说小学 对吧 从小学开始就得有老师呢 甚至从幼儿园开始 就得有老师呢 对吧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没有老师去带你去学 你是 你自己是很难去解决一些问题的 尤其是在一些陌生领域上来讲 对吧 就像你小学 你如果说你从小学到现在 你都没有学过 一加一等于二 或者说你都没有 像英文单词一样 对吧 如果说从小学到现在 你都没有去学过 一句英语话 或者说一个哈喽 你都不知道 那你对于英语 这个 这门语言 那你肯定是 对吧 肯定是任何东西 你都看不懂的 对不对 甚至连一个哈喽 你都看不懂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对吧 就是说 这些东西的话 如果说他能够有一个老师 去带你去学的话 对吧 那你去学的一个 包括进度也好 对不对 包括你去学的一个 就是 学的一个 掌握的一个内容 包括你的一个进度 也会更快 掌握的一个内容 也会更加的 对吧 更加的偏向于什么的 更加的偏向于就业 而不是什么的 一些小当小闹 对吧 因为我见过 真的有太多人 真的有太多人 自己学 学个大概一年两年 对吧 甚至说 说的有点夸张了 一年两年 对吧 学个几个月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没有学好 甚至说 还在基础原地 赚的一些同学 明白吗 就有 这种人还不是 一两个很多 真的很多 对吧 就是说 为了避免 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吧 所以才会 老师 对吧 在我们中国 甚至在其他的 很多国家 这个老师 这个职业 真的是 怎么说呢 很重要 明白吗 包括你学一门技术 也是一样 对吧 就算你是学木工 你也学其他一些 对吧 你在工地搬砖也一样 他都有师傅 对吧 他都有师傅 对吧 这个就是师傅的 一个重要性 如果能够有一个人 去带你去学 这个是更好的 对吧 那问题就是什么呢 没有人跟你解答 对吧 没有人跟你解答 这个就很痛苦